为了不读书 他每天睡在棺材里 更狠的是他爹 为了教训他 从小就给他请了一个班的老师 而他居然睡着了 还睡得特别香 到底有多香呢 香得奶奶都乐开了花 这个小机灵鬼也屁颠屁颠的要去背奶奶 奶奶直夸他孝顺 后来他爹给他娶了个媳妇 婆婆告诉儿媳给公公进茶时的注意事项 公公听到不吉利的话要洗耳朵 并对讨厌的人骂上一句 这一说直接说了一百嫖 直接给儿媳妇说哭了 那有人会说了 他爹普挺大呀 那他爹到底是何方审圣呢 原来他爹是朝鲜的国王 而得知他结婚的消息 秦朝的皇子送了他一只小狗 万万没想到 这只小狗竟祸害了朝鲜王朝三十年 快年底了 国王来看他的学习进读 却看到他在画小狗 国王生气地离开 期末考试这天 老师放嘴让他通过考试 而国王说他考得稀碎 并认他一年里面有几次想读书的念头 他说一两次 国王深感失望 准备他只知道玩耍 不好好读书 而他呢 只是看着国王眨眼睛 随着帅政的儿子长大成人 国王似乎嗅到了一失威胁 他第一要让位给儿子 他的老师感冒说会影响他读书 大臣们也纷纷劝阻 他也吓得让国王受惠成命 最后国王决定让他代理听证 原来国王是假装给 而是只是不敢要 因为国王即使登上了王位 还有人告他四兄夺权 随即年轻的侍子大刀阔斧 放手去干 这让一部分大臣极为拥戴 身为太后的奶奶也很高兴 并说孙子的才能强于国王 但这却触动了军纪大臣的利益 也让国王处心积虑的制衡之术被打破 因为国王是靠着太后奶奶和军纪大臣 才登上的王位 朝堂上国王开始对侍子发难 说他眼里没有这个父王 而当侍子问他如何处理政务的时候 他就又折磨侍子毫无主见 侍子气不过 而他半夜则叫来侍子 当着他的面洗耳朵 这也代表着侍子成了他所讨厌的人 一个朝鲜王子可得居然只能喝自己的尿 而扇子上的话 是当年他为即将出生的儿子所化的青龙 为了缓解父子间的关系 他带着过百日的儿子去看望父亲 国王看了一眼孙子 便递给了侍子的生母 怀有国王孩子的宠妃 也趁机讽刺侍子的生母 不分轻重给国王添乱 太后奶奶知道后 便惩罚了这个以下方上的宠妃 国王闻训赶来 并和奶奶争吵起来 国王一气之下 竟说不如废了我这个儿子 让侍子继位 而奶奶竟应允了 侍子跪在外面请求国王受惠成命 身为一国太后的奶奶虽然威望极高 但并无实权 而侍子已经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 为了救孙子 不能受惠运动的奶奶绝食而亡 战廉上国王说他害死了奶奶 他终于崩溃了 随着奶奶的去世 他戒酒消愁 一直消沉 整整三年躲在棺材里夜夜升歌 而侍子的儿子 却少年老成 聪明机智 深得国王的喜爱 并当着众人的面表示 三百年宗旨命脉 全卧在世孙手里 那种爹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 世孙为了缓和爷爷和父亲的关系 去看望父亲 世子问他你喜欢读书吗 世孙表示读书爷爷会高兴 但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听到这里 世子扬起手中的弓箭射向空中 并告诉儿子 飞向天空的箭 是多么的理直气壮 然而这却加出了国王和世子的矛盾 国王要废掉世子 国王让世子给新皇后问安 因为整日躲在狭小的棺材里 而军城崩溃 他错杀了自己的内官 以新皇后为首的军纪大臣 找到内官的家人 让他去国王那里举报世子谋反 世子要当面对峙 国王却下定杀了告密的人 让世子死无对证 世子跪着问国王 一定要让儿子沦为逆贼 你才痛快吗 终于世子忍无可忍 带着人要杀掉国王 当他来到国王这里的时候 听到了儿子和国王的对话 而世子告诉国王 他看到了父亲的心 而妻子和生母为了活命 第二天生母便找到国王告密 说世子要杀了他 但请国王放过世孙 支持国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世子 保住自己的权力 他命人将世子钉在米柜中 但无人敢动手 他就亲手钉 他让大臣写废除世子的诏书 大臣不愿写 他便自己亲手写 第三天 世子应出现幻觉 被蜈蚣咬 而冲破米柜 跑到湖中想洗掉身上的蜈蚣 但还是被国王抓了回去 岳父趁机把膳子放进米柜 让他想想儿子的未来 国王让人用膳子掺进米柜 第四天 他渴得只能喝自己的尿 看着膳子上的青龙 他失声痛哭 第五天 老狗来送他最后一层 第六天 儿子过来给他送水 世子也敲击着米柜 回应着儿子 世子死后 姑姑便要送世孙去国王那里 而世孙不愿离开父亲 母亲竟打了他 这部影片让我想到了狗十三 每一个孩子都是纯洁的天使 我们又何谈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磨掉了棱角 活成了自己讨厌的人 多年以后 世孙终于活成了父亲所期待的样子 幸运的是我们生而为人 可以为了自己心中的那只剑 砥砺前行 加油